俄羅斯總統普堅被記者問到 中共會不會打台灣的時候就吭吭大笑 現在如果中共真的缺聲片的時候 會不會真的影響到它是一些專門上面的高科技的 高科技就連絡它真的打台灣的夢想 基本上不會實現呢? 其實我就從來都一直以來都覺得 為什麼要打台灣呢? 如果你說國家民族那麼重要 又說到歷盡劫歸兄弟載 這個都是當年廖誠志寫給蔣經郭風順都這樣寫 如果這樣的話為什麼要動一些武力威嚇 一會兒說三天之內兩個禮拜之內要拿台灣說這些說話 甚至不斷以武力威脅去針對台灣幾千萬的同胞 再加上台灣那個政治發展 確實是中國人社會 從來沒有過的一種這麼高度的民主 我覺得這個民主已經受到世界各國的確認 我覺得要用武力去威嚇 甚至去侵犯台灣 無論怎麼說都是反文明、反人類的一個行為 但是問題就是當它現在面對外界環境的轉變這麼大 越來越不友善 國內也有相當多問題要解決不了 那種表面上的樂觀呢 也都事實上好像有一些其他跡象講得到 實際上就不是這麼樂觀的 譬如李克強都說有二千個靈活就業人口 二億個靈活就業的人口 那你見到國際環境也很不就 就是中安投資政又搞不定數 最後搞了議會都已經不跟他審批了 那我覺得種種因素加起來 就令到國內現在回頭要鼓吹個人崇拜 每次都要用這些極權的手段 針對一些異見分子 甚至連香港都用一種極之野蠻的手段來處理 那我覺得在這樣的背景下 我反而覺得他們有些人 有可能從事軍事冒險去做些事情 去爭取民眾的支持 這個可能性就反而比以前高了 所以就說會不會真的演變成一種軍事上的冒險呢 雖然現在還是言之常早 但是我覺得這種鷹派的好問 其實過去兩年一而再再而三 出現在那些官員的談話 或者軍頭的談話裡面 這一點始終都值得我們關心的 也都令到國際社會就更加 更加赤裸裸地表達他們的不滿 以至赤裸裸地表達他們那種對台灣的支持 美國甚至日本講得很露骨 如果你打台灣的話就會出動自衛隊 你一出動自衛隊就拉美國下水了 澳洲又說不可以容忍台灣的延防有任何武力方式的改變 就連幾十年來沒有在台灣問題發過言的南韓 早前都在一份同理國政府的公佈裡面 將台灣的問題講了出來 我相信現在只是向兩個端走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正正考慮 就是考驗 就是 北京當局 本身還是保留一些理性 用什麼方式 來達至他們想要的統一 我很肯定 用這種強權方式是沒有意義的 就算我給你一個星期兩個星期拿下台灣又如何 就說在香港實施全面管治 你看看移民的移民 被拉的被拉 香港人對政府的官員 對北京當局的看法有沒有變得正面 沒有的 一年了 即是說 就算被你拿下 你都擺不到人心 那所以 就是 你現在全面管治香港 全面管治香港 實際上香港全面管治權 但實際上 你根本管不了人 管不了人心 收不到人心 這個所謂全面管治權完全沒有意義 我覺得 純粹是 霸了一塊地 你根本就不能夠令到人心願成福 甚至你六個社會都不心願成福 你被霸了又如何呢 我覺得這個對台灣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只能夠說 我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真的有人會用軍事冒險去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如果這樣做的話 是反文明 反人類 也都是反歷史的 我覺得 不覺得一個聰明的道法 我也都不認為應該這樣做 如果真的有這樣做的話 它肯定會成為 人類歷史上的千古罪人 都差不多了